Hello, 大家好, 現在是11月30日, 下午11點半 有試集片, 跟大家看看第一組試集, 黎地的12米 第一組試集, 最高分108分, 澳遊氣泡, 1分10秒24 11月30日試集第一組, 黎地的12米 等一隻天生救響, 準備妥當 開集的時候, 大家同步約出, 哪隻快點先在中檔位置 黑衣粉紅就無限美麗一路抓住, 入面走上來走拍著它, 天生救響 第三位的位置, 中檔白衣的威武覺醒, 貼藍精算暴雪, 最出默道朗士的澳遊氣泡 馬嵐中間橙衣大面枯以戰得勝 暫時包著落尾, 在最外檔的嬌陽明區 跑了400米, 剛剛過了800米段柱 前面天生救響, 以兩個馬嵐之先帶著馬群 守著第二位的位置, 無限美麗 外面威武覺醒, 剛剛都拍到上來 貼藍位置, 整算暴雪, 沿路兜大灣, 看到澳遊氣泡 中間位置, 以戰得勝, 包著落尾, 嬌陽明區, 跟著澳遊氣泡 轉正入直路, 最後四巴, 前面天生救響, 帶著進來 威武覺醒, 進佔第二 中間有少少內閃, 領側了頭, 無限美麗 向著, 外面澳遊氣泡, 三個戰半已經撲上來了 跑到中間, 以戰得勝, 都是內閃, 最出嬌陽明區 馬嵐中間還有隻精算暴雪 最後五十米, 前面澳遊氣泡都透出, 贏出這組大閘 第二位, 威武覺醒, 三四名很接近 中間橙衣, 以戰得勝, 最出嬌陽明區 裡面天生救響都閃不光 什麼以為是精算暴雪, 噴了到後面, 無限美麗 特別留意一下, 天生救響頭的二百米 牠拍著外面還有隻馬 牠的步大步大落腳慢, 彈一下彈一下 精算暴雪, 用近排的模式去計算 因為牠在直路沒有太多點望空 回來的勢不錯, 時間方面 1分10秒24不算快, 但輕鬆 我照給九分水準 天生救響, PP 64分 Smart Missile仔, 下線的Tail of the Cat 你看看, 彈一下彈一下, 彈一下 是很大步的, 但好像很好力 回來的不算太多, 8.75 以戰得勝, 耐閃 但我想撻完這貨集之後會更加好 落四班更加好, 當然 我記得梁家俊常常有好表現 我覺得他有評分優勢, 照給九分水準 無限美麗回來的不多 Toronado仔, Bruce Bruce的馬來的 又是泥地會OK的 但力量還未夠, 8.5 威武覺醒, 高分馬, 回來 要鬆著鬆著, 可能真的是嚴短 但也有九分水準 澳遊氣泡在外跌, 輕鬆上來 蜜杜朗跟他試, 打比這樣贏 在外難很輕鬆的, 不瘦了 摔一下姜口, 看見他9.25 旺旺城區是沒有試, 嬌陽明區很輕鬆的 91分, 尷尬一點 1200位鹽短, 1400位 稍稍鹽短, 1300馬 但他逐漸逐漸逐漸好緊 我會給他9分水準 試得最好 是一隻澳遊氣泡, 很明顯 裡面一隻天生舊響 可能夠了, 不用再試了 嘆一下彈一下, 泥地可能特別厲害 好了, 看完一組集 我們不如看看第二組 有隻銀王輕錶, 看他講不講一次跑打比 因為這隻馬, 我們的形狀真的不頑 而且他前置跑法 這些馬可能很適合大賽 看看 收不停, 這三隻走勢最好 這次給大家看這麼長的餘細片 好, 看看第二組 第二組集最高分 永遠美黎, 1分10秒83 看看他們試得如何 泥地千二米 等最後這一匹精算謀略 準備妥當 起步的時候, 精算謀略他都出雜順利 雖然他現在落腳慢一點去包尾 前面快一點, 白衣粉藍帽 一代忠師 放在前面放 守住在第二位位置, 脈道朗接手 銀王輕錶 裡面就是他的扣女, 進步 貼藍位置都是洛夫傳馬房的 至經綻放, 最出那隻粉紅就永遠美麗 馬林中間, 現在在尾五位置 火雲神劍 最出尾四紅眼罩18獎 安請守住尾三位置 暫時戰後是精算謀略 和快路一路側一路走 包了六尾 跑了一半 過了六百米斷柱 前面一代忠師 半個馬位置先領放 拍到上來第二位進步 分裂三四位位置 至經綻放銀王輕錶 外面永遠美麗 後面安請外面十八獎 馬林中間火雲神劍 尾五已精算謀略 包了六尾是快路 最後直路上面三百米 前面一代忠師 帶著左腳出來 還有一個馬位的優勢 至經綻放 未轉到腳上來追他 外面一排追近 還有銀王輕錶 永遠美麗都湧上來 接近終點 永遠美麗 銀王輕錶 一對相當接近 至經綻放第三日 一代忠師 最出安請也追 最出那隻紅眼罩 十八獎 跑到中間 黃衫進步拍著精算謀略 後面那兩隻快路 剛剛都過了火雲神劍 快路和火雲神劍不給評分 特別留意一下 銀王輕錶 時間方面 一分十秒八三 一點都不快 沒斷要騎 真的要小心點 至經綻放在內 輕鬆上來 落四班就好 但試襲 經常試得很好 真跑不是很好 但我都照給九分水準 快路不給評分 進步就OK 始終在三班沒什麼好 8.75 一代忠師 徐宇石 連馬斯 團體馬 還沒得到的 不給評分 分成散散的 銀王輕錶 76分 之前都看見他試襲 試得好 但這副真的試得非常漂亮 進步 這隻馬 當然價錢也是 不便宜的 但我覺得這隻馬可能有些用 還有他跑法上的好處 原來不用爛地都可以 原來好地都更好 勵地都好 這副就給九分水準 下一場快16800 已經贏得了 6號馬 這隻精算謀 在尾二 全程捉到耍實 然後鬆一點肯走 如是不差 在這裡可以比一點 回到來不差 我覺得這隻很有能力的馬 但這副就告訴我 他落腳非常慢 要14600 有能力的 但是呢 追勢可以更厲害 你看看這裡 18掌在他前面 要打邊 但他呢 搖幾搖都肯追 我給8.75 虎幻城見 不給評分 安晴也很輕鬆 越來越進步 大落腳越來越慢 九分水準 我想下一場可能安晴會對 一隻銀王輕錶 那麼單叫 一放一追 九分水準 18掌8.75 永遠美麗 9.25 輕鬆到 這隻安晴已經忘空了 追上來過了 但是剛才那隻 銀王輕錶 也是走得不錯的 試得最好 會是安晴 永遠美麗 整算謀略 好像還差一線 希望他之後會好些 就是這樣 但安晴這隻馬 真的 越來越進步 開始 來了 好了 看完兩組 看看第三組 大家好 今天魚細片很長 魚細片 真的很長 這一隊 打給 惡馬 還有一隻超超鼻 看看第三組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3日的早上 我的Facebook 正常回來了 慢慢先 現在只有2599個朋友 歡迎大家 找回我 加回我 另外 馬圈逆行者 這個群組 亦都繼續 可以去加入 另外 如果你想看下 我其他的群組 例如 有這個叫做 Hong Kong Bloodstock 以及 WeChat賽馬群 在Facebook 也可以找到 另外 亦都有一個網站 Hong Kong Bloodstock.com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引入馬匹的資料 比如說 往績 或者是 任何的更新 都可以去 Hong Kong Bloodstock.com 看看 用你的真身加入 不用那麼悶 聊聊天 好了 第三組試襲 最高分52分 幾隻馬 時間1分10秒86 比剛才那三線 0.3線 應該是 高氣派 好了 高氣派都準備妥當 第三組 試襲12米 起步時 中一中 萬組 領航傳奇 鄭俊偉 馬房 前面哪隻快點 沈澤成一對快點 最出那隻 粉紅衣 叫做有派頭 出來快一路 抓住華麗 在聖潘頓接手 馬嵗中間 6-3高氣派 貼藍位置第四位 神速馬車 最出黃衣 那隻 英雄戰士 馬嵗中間 浪漫 蕭雄 麥道朗 後面那四隻 白衣 堅廠拍著奮鬥傳奇 最出美麗多型 暫時包尾 跟著大隊 就是領航傳奇 看前面 過了600米段柱 塗程 還剩下一半 前面帶頭有派頭 高氣派快跟第二 裏面華麗 再勝 中檔位置浪漫 蕭雄 外面英雄戰士 最出美麗多型 貼藍神速馬車 後面三隻 白衣 堅廠 中間奮鬥傳奇 最出領航傳奇 最後直路300 前面 泵他條欄走 佔先些 還是有派頭 但中外疊馬上 有派頭 貼藍走信 贏出這組大閘 華麗再升第二 中間第三四名很接近 有高氣派浪漫 蕭雄 最出領航傳奇 裏面那隻 神速馬車 跑到中間 白衣堅廠 後面三隻 黑衣美麗多型 中檔位置 藍帽的英雄戰士 裏面 粉紅袖 黃衣奮 奮鬥傳奇 我想這樣 這組集 只有頭幾隻賣 要給評分 報速一定不快 所以 一堆賣 真的好賣 有派頭捱到尾 如勢不錯 先堅廠 那隻馬 8.5 神速馬車 內蘭捐上來 節省了 不錯 但可以再好些 8.75 華麗再勝 之前試習都試得很好 這是Prest Damon的兒子 來的 留住來跑 慢步速跟得輕鬆 忍不住 一百米左右 移出來望康 鬆兩步 立刻上去追馬 九分碎盡 李王傳奇打得厲害 慢步速追 8.5 奮鬥傳奇未得不給評分 浪漫蕭雄 留住來跑 又追得不錯 我總是覺得 泥地好像特別厲害 之前的試習都告訴我 這隻馬應該有些能力 看他試的手法 但真跑上場 就跑得一般 所以 我想這樣 8.75 美麗多型 8.5 20分 都已經 高氣派跟前 反而回來不多 這隻馬留住來跑 才行 跑長少少少 1400 8.75 比起他之前 好像力水上 沒那麼好 英雄戰士未得 騎下去 看 沒有力的 有派頭在前面 騎得很重要 8.75 到這裏 看到華麗再勝 鬆下去 看看 外面一隻騎得很重要 有某一隻叫做 領航傳奇 但他剛剛才搖幾步 就上來過 當然前面那隻 也有少許修慢 但是 慢時間之下 輕輕鬆鬆地 鬆下去 起碼肯過馬 這些年輕馬 是一個 很好的教學 我想這樣 華麗再勝 浪漫蕭雄 兩隻 沈澤成馬房的馬 神速馬車 以及 高氣派 我覺得試得不錯 但特別留意一下 這隻有派頭的進度 又是 沈澤成馬房的 阿誠哥的馬 PBG 弄得很好 很壯身 華麗再勝 這隻是漂亮馬 腳長長 更有得高 我想他遲些 會更好 4歲之後更好 炮千4千6 泥地也沒問題 好了 看完了 三組 看看第四組 由我叫馬快點 第四組集中 最高分8 進巨星 時間1分01秒63 正常 偏慢時間 只有四隻馬試 浪奇一仔 偏多一幅 白進巨星 和心花房 我還沒看過集 有一天起步的時候 好像中了 我差點跌下來 白進巨星 但是前面 偏多一幅 這隻器官經常有事 59分 應該好處了吧 有兩個多馬位 白進巨星 拿回順的步韻 在二碟位置追上來 第三位 內蘭的浪奇一仔 第四位在外面 都緊張 捱喉過身 田太安 不是呀 是賀炳蓮 第四位 好行的 前面 有三個馬位 偏多一幅 第二位在二碟位置 白進巨星 起步 第三位 就是浪奇一仔 第四位 緊張 這隻心花房 45分 很誇張 我剛才看到他 捱喉過身 他擺明是要去留 看直路追多少 前面仍然偏多一幅領先 第二位仍然是紅衣 白進巨星 裏面就是浪奇一仔 第四位就是心花房 明知沒有改變 但時間不算快 前面仍然偏多一幅 捱喉過身 無險冬 不可以打邊 打邊就停了 好了 第二位就是白進巨星 好肯走 好肯追 第三位 騎得比較重要 心花房 裏面就是浪奇一仔 準備到終點 前面 蟻多福 他頂不頂得住 在外面這隻 應該頂不住 白進巨星應該過了他 第二位就是蟻多福 第三位 浪奇一仔 身花房 仍然在他包尾 白進巨星給9分水準 但這個評分 未必容易跑 不過這隻馬應該還有買贏 蟻多福 下班 不停的 跟之前的試集不同 不同了 一隻馬 醒回來 59分 用無險刀 贏得馬 9分 9分水準 跑谷草1千米 最好不要跑直路賽 不過直路賽也沒問題 但是直路賽要看制如 跑谷草他最快1千米 他可以放得出來 我希望跑谷草1千米 八進巨星會給9分水準 浪奇一仔 也很健康 但8.75 我覺得他可以再好一點 心花房是8.5 以為拉得很緊 但原來是2、3、4位的馬 偏慢 所以這集試得不錯 會是蟻多福和八進巨星 浪奇一仔 1千米 1千米 好了 看完四周大集 可以先睡覺 今晚派對到3點多 就這樣吧 拜拜 拜拜